有一份最新的民調出來 就是您的民調支持度現在真的被打下20% 是只剩下14.9% 然後另外一個呢 還有另外一份是說您的藍綠白的政黨反感度 民眾黨現在已經成為三黨的第一名 有48.5% 而且對比上一次的是增加了13.9% 您怎麼看這樣民調數字 一個一個來 那個民調是這樣 有些他也不是做假民調 但是他是很刻意的操作 我跟你講是這樣 台灣的民調現在是這樣 特別是柯文哲的民調 你做全市化 跟30%的手機 50%的手機做出來會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你知道 目前我們全市化可以cover到台灣的總人口 不會超過60% 也就是說 如果你全部做全市化 你的取樣不會完整 至少40%的以上是找不到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找到大部分都是年紀大的 所以在如果純粹做市化的時候 他的取樣就有偏差 然後很特別的 柯文哲的民調就是年輕人高 長者畢業 所以你如果故意要全市化做 他就會掉下去 所以為什麼這個民調是可以被操縱 你知道 他也沒有造假 他只要這一次全市化 下一次是70%的手機 下一次再50% 他可以按照他的需要去調整 其實我們也知道 這個就是這樣 台灣不應該出現這麼多有政治目的的民調 我是不好意思 我也不會說他假民調 他是真的民調 但是他是操縱出來的結果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反感度 其實我們有做過研究 三個黨 現在那個反感度都40幾% 這表示台灣真的出現三黨政治 是 藍白一分熟 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台灣是這樣 我們真的有負面選舉 就是說 討厭民進黨的40幾% 討厭國民黨的40幾% 討厭民眾黨也40幾% 只是民眾黨稍微高了一點 因為我們同時被藍綠討厭 但是都40幾% 如果要算統計誤差他不大 這表示台灣真正第一次出現 三強鼎立 就是說三組人 三組政治勢力的一個 一個證據 所以再是這樣 藍白分熟以後 白從此變成台灣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政治板塊 這個是可以做政治學的分析 那個台大張宥宗教授的那個文章 寫得相當清楚 第四項教室 初 bloom 第二次 第二次 三連